好的主播我们看到今天其实立法院议场内非常的不安宁 那同样的在议场外面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多 也是非常的热闹 因为今天有超过大概五十个民间团体 他们都来到了这次是济南路这边 为的是要反对国会在今天审议的国会职权行使法的修法 是在今天已经三读通过了 那现在呢其实现场的民众 大概在稍早九点半的时候 主办单位有讲到说人数已经破了五万人 其过程当中有提到了三万五万跟七万 这样相当多的数字 那目前看起来比较中允的是大约五万人来到了现场 那其实呢在稍早的时候大约在九点多的时候 现场主办单位他们也转述了傅昆奇 他们在法案三读通过之后在立法院在那边的发言 尤其傅昆奇提到说在关键时刻挺住了 还说是国会 我们他说国民党是在国会有权的民主国家 并且呢指控说高宏安是可能是民进党的受害者 还说感谢所有的乡亲让傅昆奇站在这边救台湾 当主办单位在转述这些话 并且之后播放傅昆奇发言的影片的时候呢 现场的观众真的是怒火中烧 民怨真的是沸腾了 大家都高喊说怒傅昆奇 害台湾傅昆奇卖台湾 现场有很多人飙脏话 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直播中说出来的 他们都要傅昆奇滚蛋傅昆奇下台 那同样的呢在刚才其实也有原住民的社会运动人士 他在现场点名了一些原住民立委 好比说包括郑天才还有卢献一 并且痛批说这两个原住民立委 以及其他人没有原住民的灵魂 特别是他还特别点名了高金素 没说你也没有原住民的灵魂 你有的是中国人的灵魂 那听到这样的批评的时候 其实现场的民众也是哄堂大笑 并且抱以热烈的掌声 那其实目前的人潮 10点多的人潮看起来跟7、8点的时候 比起来感觉有稍微少了一点点 那接下来这边的包括 这边的现场的表演 还有现场的诉求 还有各式各样的抗议活动会如何发展 我们会在静长路这边持续的问你守候 现在我们先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